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如何盆栽种植西瓜 首先挑选好西瓜种子 放入40度的温水中浸泡8小时 准备一张棉纸巾或一块棉布 将浸泡好的西瓜种子均匀地摆放在上面 然后将纸巾对折,包裹好西瓜种子 用喷符将包裹好西瓜种子的纸巾两面浇透水 找一个可以密封的瓶子 将包裹好并浇透水的西瓜种子放入其中 盖好盖子 如气温比较低时 可以用软手袋同装好瓶的西瓜种子放入棉被中加温吹牙 大约48小时我们就可以揭开瓶子 拿出里面的西瓜种子 这时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的西瓜种子已吹牙完成 如未吹牙完成的可以继续放置吹牙 接下来我们可以找一些一次性杯子来做育苗盒 在杯子底部剪一个小孔方便排水 并将杯子中装满营养土 然后将吹牙好的西瓜种子牙点朝下 小心地埋入营养土中 全部种完后将杯子放入一个条形花盆或纸盒中 并浇透水 这样是为了晚上气温低于15摄氏度时 可以在花盆上盖上一层薄膜 方便保温保湿 大约15到16天就可以看到西瓜种子已长出了幼苗 等西瓜幼苗长到3到4片叶子时 就可以移栽至种植袋中 移栽后去浇上一遍定根水 大约25天西瓜藤蔓已经很长了 这时我们可以挑选一些拇指大小均匀的竹子 准备给它搭个架子 方便刮藤顺着架子往上爬 每个种植袋中有两颗瓜苗 我们用四根竹子固定 每个种植袋扦插的竹子之间 用更细的竹条连接 这样刮架就更牢固 种植袋口向上30厘米 搭好第一层竹条后 再向上50厘米搭第二层竹条 剪去多余的扎带 瓜架就搭好了 大约48天就可以看到小西瓜了 这时我们需要给西瓜剪枝 这样有利于它的生长 和避免多余养分的消耗 65至70天 西瓜就成熟了 我们就可以吃上自己种上的西瓜了 我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